上周,福特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联合宣布 从2024年初开始,超过12000个特斯拉充电站将会与福特车辆分享一起使用 福特的所有现有电动车将会配备特斯拉充电站的适配器 同时,福特计划在2025年推出的下一代电车车型将全面采用特斯拉充电接口 特斯拉正在布局一盘大旗,但许多人并未发现 很多特斯拉投资者对于特斯拉将自己的充电优势拱手相让感到不满 但他们并未发现这背后蕴含的深意 特斯拉这一步棋将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巨大优势 特斯拉能成为行业第一并非无缘无故 他们并不会做出只让出利益而无法得到任何回报的决策 首先,为什么福特要与特斯拉结盟并使用其充电服务 我认为这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近期,福特在电车市场的份额持续下滑 从2022年美国市场的第二名降至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第五名 他们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每辆电动汽车的亏损超过6万美元 毛利润为负102%,近亏损为7亿美元 众多电车车型的销量增长也停滞不前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是如何解释福特加盟特斯拉的原因的 这次提到我们的报道会很大 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帮助我们的财客 有更多远远运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大事的帮助 我们财务的财务 我们现在在大量下来 我们现在增加了我们的财务 这年轻易到2万多亿 所以這就是一大大大事 和我們的客戶 我們有10,000快速 chargers 這就是要加上的 22,000快速 chargers 會成為最好的電腦 以來的產品 這是為什麼我們是興趣的 我們也喜歡他們的 他們也喜歡他們的 我們喜歡他們的 他們的電腦 很好 所以在25 我們會放他們的軟體 我們也喜歡他們的軟體 我們也喜歡他們的軟體 我記得我去旅行 我孩子們一直在說 我們可以停在那裡嗎 這就是那些特斯拉的軟體 我說沒有 我們會在這間建築 他們的首席執行官法利認為 電動車的充電體驗 是影響燃油車車主 轉向電動車的最重要的一環 但福特沒有更多的資金 去研發並開展他們自己的充電業務 他們現在使用的充電服務質量 遠低於特斯拉的充電站 比如與他們現在可以使用的 美國最大的充電服務商之一 電動美國相比 我們可以看到 特斯拉充電站評分遠遠勝出 就如電動美國的評論區所說 電動美國充電站 經常會發生斷電而不能使用的情況 我相信一個電車車主 汽車沒電的時候 最討厭看到的可能就是去了充電站 而充電站不能運作 特斯拉充電站的正常運行時間為99.96% 福特首席執行官 還分享了他的親身經歷 法利在一次駕駛福特電動汽車 去太浩湖的家庭旅行中 他的孩子們不斷指向路邊的特斯拉充電站 而他只能解釋 那些充電站我們都用不了 特斯拉充電站相比其他充電站 有更好的地理位置 涵蓋了許多大城市和重要的交通路線 加盟特斯拉後的福特電動汽車用戶 將擁有超過以前兩倍的高速V3充電選項 特斯拉的V3超級充電站 可以達到250千瓦的最大充電功率 這意味著在理想條件下 車主可能只需花費15到20分鐘 就能將電量從0充至80% 而且預計 V4超級充電站 預計一年內達到最高350千瓦充電速度 因此 綜合以上原因 法利認為 如果能夠加入特斯拉的充電網絡 將大大提高福特電動汽車的市場競爭力 那麼 特斯拉對福特用戶開放期充電網絡 會帶來哪些優勢和劣勢呢 我認為短期內 由於特斯拉充電站的客戶增多 充電等待時間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 但是隨著客戶數量的增加 充電收入也將相應增加 這將有助於特斯拉擴建充電站的數量 目前 特斯拉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展其充電站網絡 據2023年第一季度的數據顯示 特斯拉每天都會部署約30個新的超級充電接口 在2023年第一季度 特斯拉新增了269個充電站 平均每天新增約3個充電站 所以從長期來看 這並不會對特斯拉車主的充電體驗造成太大影響 而特斯拉所能獲得的巨大優勢往往被人們所忽視 它不僅僅是增加了充電營業額那麼簡單 首先 特斯拉的充電站就像一個免費的廣告牌 所有去特斯拉充電站充電的福特汽車 每天都會看到各種特斯拉汽車 包括即將上市的賽博皮卡 賽博皮卡的外觀設計獨特 讓人眼前一亮 很多福特用戶會開始花更多時間研究特斯拉汽車的性能 並將其與自己的福特汽車進行對比 比如 如果他們是福特野馬E的用戶 他們會發現與類似的特斯拉車型Model Y相比 Model Y價格更實惠 但性能和效率卻更省一筹 根據EPA的評級 特斯拉的Model Y是效率最高的電動運動型多功能車 其續航里程超過了野馬E 在歐洲新車評估中 Model Y的操控和安全性能都遠遠超過野馬E Model Y提供的貨物空間明顯多於野馬E 更不用說Model Y的軟件體驗和自動駕駛了 這也可能是為什麼Model Y在2023年第一季度 已經成為全球包括燃油車在內最畅銷汽車的原因 在這樣的對比下 福特用戶會做何選擇呢 同時 特斯拉只允許福特用戶使用部分充電站 也是一種巧妙的策略 特斯拉並未將所有的充電站都開放給福特用戶使用 僅僅是現有的大約一半 而且並未開放位置最佳 最繁忙的充電站 這樣做的原因有兩點 一是這可以保持特斯拉用戶的優質體驗 減少因客戶突然增多引起的充電等待時間 讓他們感到特斯拉把他們的利益放在其他汽車廠家的用戶之上 二是這會讓福特用戶心生嫉妒 在體驗了特斯拉充電站的優異性能後 福特用戶會想知道為什麼他們只能使用部分充電站 而不能享受位置最佳 需求最大的充電地點 同時特斯拉將像他們現在在歐洲市場那樣 對福特用戶收取比特斯拉車主更高的充電費用 福特車主也會發現特斯拉車主享有更優質的充電服務軟體 這些軟體包括導航系統和旅行規劃器功能 這個系統會考慮到用戶的目的地 當前電池電量 以及特斯拉充電站的位置和使用情況 為用戶推薦最佳的充電站 並自動計算出包含所需充電站的最優路線 同時提供預計的充電時間和到達每個充電站時的預期電量 以上這些所有的服務騎士將會嚴重影響 福特汽車用戶下一輛汽車的選擇 讓福特加盟還給特斯拉帶來了第二個巨大的優勢 那就是有可能吸引更多汽車品牌加入 其他電動汽車品牌在看到美國最老的汽車品牌福特選擇加入後 也肯定會開始考慮這個選項 福特已經為他們開了先路 這意味著從長期來看 隨著加入的品牌越來越多 我剛剛提到的營收和廣告效果都會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我認為這只是所有其他汽車廠商走向特斯拉化的一個開始 因為不僅僅是充電服務 特斯拉的其他服務也可能會像充電服務這樣被採用 例如自動駕駛功能 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是目前唯一能夠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人工智能 這意味著在所有複雜不可預知的真實世界環境中 自動駕駛都可以正常運行 這與其他公司如谷歌的Waymo有著顯著的不同 Waymo只能在預先設定的特定區域內運行 同時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的事故率比普通車輛低8倍 最近發布的FSD測試版也給人一種感覺 那就是完全自動駕駛的成功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也許真的能夠像馬斯克在股東大會上所說的那樣 未來兩年內實現完全自動駕駛 到那時其他公司也必須像採用充電服務那樣 訂閱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服務 否則他們將會失去競爭力 這條加入特斯拉的路已經被徹底打開了 在展望更遠的未來 特斯拉的電池 軟件 甚至機器人 都有可能會像現在的充電服務那樣被訂閱使用 這將是特斯拉商業模型的進一步演進 總結來說 特斯拉將會是這場強強聯盟中的最大贏家 這場聯盟對特斯拉的品牌知名度 汽車銷量 充電營業額都會有積極影響 會在未來吸引更多的汽車品牌加入其網絡 是其商業模式的長期演進的開始 如果你想了解關於特斯拉的更多業務展望 以及將會如何影響特斯拉的股票估值 你可以看看這個視頻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喜歡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